大家好,我是泡泡 现在的大环境之下 很多人都失业了 不少还都是中年人 寒冬已经到来了 明年还会有很多人失业 这咋整呢 尤其是那些过了30岁或者35岁的中年人 失业后究竟怎么办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干货 如果你失业了 那么你有这六种应对策略 第一,调整心态 不要自我怀疑 如果你失业了 千万不要负能量爆棚 不要将你的负面情绪带回到家里 即便是你现在坠入谷底了 也要保持你的家庭和睦 稳定的家庭结构和氛围 是你的避风港和你的最后底气 不要丧失了自信 请记住 你失业了 并不代表你能力差 一无是处 而是跟大环境有关系 跟行业红利的消失有关系 千千万万的人跟你一样 你不是个例 坦然接受命运的臣服 同时对生活抱有希望 千万不要封闭自己 可以多出去走走 第二,消费降级 失业后请你把你的家庭开支 做一个明细 看看哪些可以省 尽量砍掉那些可有可无的消费 精打细算 不铺张浪费 该买的等一等再买 不该买的坚决别买 适当降低一点点生活品质 比如说以前你一年换一部新手机 那么现在就频率别那么高了 比如以前三天去外面下一趟馆子 那么现在能不能一周或者半个月出去吃一次饭 然后也不要乱刷信用卡 每个月的开支尽量控制在以前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 但是社保不要停 再苦再难也要继续缴下去 这对你有好处 第三,抛售负担资产 清理所有的负债 若现阶段你已经被负债压的喘不过气来 每天焦虑失眠 就可以考虑抛售你的负债资产 但一定要做好资产抛售后现金到手的规划 盘点自己手头的资源 争取能找到可以换来现金流的渠道 比如你的房可以租出去 你多余的房甚至可以卖掉 我有个朋友 中年失业 欠了很多很多债 他有两套房 但是他居然舍不得卖掉其中的一套 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他这样最后会搞死自己的 能变现的车子也可以变现 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 不是一个装逼的工具 第四 先活下来 无论做什么 只要能挣钱 你先坐着 别怕别人嘲笑你 什么做微商啊 搞外卖啊 要脸的到最后都没脸了 不要脸的到最后都有头有脸 很多人就是太耗面 所以打不开局面 为了生存 什么闪送 外卖 跑腿 快递 摆地摊 通通可以干 通通可以给自己留一条活路 举个例子 现在疫情管控 全面放开 外面最缺的就是外卖 很多货都送不过来 据我所知 目前北京的外卖 一天就能够赚将近一千块钱 只要你肯干 怎么都有饭吃 就看你能不能拉下脸来干 第五 降低薪资需求 主动寻找工作 作为失业的人 你只剩一个人 去到一个新的企业 你想拿到跟以前一样的工资 甚至比以前还高的工资 这个不现实难度太大 放低姿态 无论你之前身处何种位置 拿到哪些工资 你一定不要让自己职业的空窗期 空白期 很长时间 适当降低工资 在一个稳定的平台 养精蓄锐 寻求机会 第六 做好去二三线城市发展的心理准备 该回家回家 该换赛道就换赛道 想明白所谓的一线城市 跟二三线城市的区别 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 退而求其次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 二三线城市 尤其是省会或者经济区 核心城市 相对于一线城市来说 它的生活成本更低 而它的幸福感会更高 如果有好项目或者环境 人脉适合发展的话 回老家也是不错的选择 第七 一定要锻炼身体 这个年龄一定要有个好身体 否则会连累家人 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经常运动 身体健康就是在赚钱 坚持个人锻炼 不是说让你去减肥 但你最起码要有一定的运动量 不要光消耗身体 健康的身体是个人自信的底气 你身体垮了 什么都没用 第八 多花心思在老人和小孩身上 如果你实在没事可做 可以多花心思培养一下小孩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既然你没有办法把进食在自己身上 那么就把进食在下一代身上 好好培养他们 多陪伴他们学习 看书或者辅导他们功课 另外多照顾老人 尽可能陪他们去一些他们想去的地方 走一走看一看 问问父母 还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 帮着他们去完成心愿 回归家庭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会让你更加治愈 好 以上就是中年失业之后 你的六个应对策略 希望大家可以照着去做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六个策略 能不能帮到你 我是泡泡 感谢收看 拜拜